企业共善也能融合慈悸的造血干细胞验血 这回志工锁定的都是广告公司 其中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女儿患有血癌更能够感同身受 号召员工参举捐出10cc的血 就有希望拯救重症患者重获新生 今天也是要来共商圣局建党的 高雄近诗堂造血干细胞建党活动 来了一群年轻人 他们是广告公司主管 带领员工来参与 因为二女儿本身就是血癌患者 我更能够去体会说 这个疗程过程的一个艰辛 一岁半的时候就是得了白血病 然后在治疗过程中 就不幸就是有细菌或病毒的一个感染 导致她就是脊髓损伤 她女儿的痛 她都痛在心里 那就鼓励员工的话 大家来做建党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等待 想要鼓励更多的人来参加 建党活动前 志工已经先到各家广工公司 进行详细的宣导 这次邀约了三家广工公司 我跟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也很愿意 很愿意做这些事情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海 我会去跟他们宣传一下 请我们持续来跟我的员工 来做一个宣导 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救人救急 去帮忙推广跟介绍 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东西 然后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家庭 三家广告公司员工 纷纷卷起衣袖捐出血液来做建党 他们愿意未来配对成功后 可以助人 让爱的效应继续传下去 大海新闻玄林香红树林景彪 高雄报道